远古时代的人类以采集狩猎为生 后来逐渐演变成农耕畜末生活 豢养巡化家禽家畜 随着时代的演进 现今我们应用科学技术来研究管理动物 以提升动物资源的运用价值 国立台湾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系 唯一兼具教学、研究、实习与休闲等功能之园区 分设大学部及硕博士班 培养具动物科学专长之人才 动科系的教学园区 有续产大楼和动物产品加工馆两栋建筑 分设生殖、生理、遗传、营养、生产经营、动物产品化学、肉品、分子生物、系统生物等研究室 各研究室内均配有各项课程之教学设施 及现代化之试验研究仪器设备 另有台北市内唯一合法之动物饲养梦场 备有现代化洋社、牛社、猪社、家禽社、乳品工厂、肉品实习工厂等工作师生研究实习之用 在课程规划方面 学生除共同必修课程外 另一学门专长领域区分为 动物科学学群 及生产技术学群 动物科学学群 课程包含动物消化生理学、动物生殖学、动物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动物细胞培养及保存、动物内分泌学、动物代谢学、发育生物学、基因体导论、生物技术学、以及生物资讯学导论 生产技术学群 课程包含动物育种学、动物环境生理学、动物产品化学、乳品加工学及实习、肉品加工学及实习、饲料学、动物生产自动化、伴侣动物学 动物卫生学、经济动物行为与福祉、动物资源经营学 和动物产品加工厂规划及管理 两学群之教学与实习并重 兼具理论与实际应用 此外 动科系也与国外多所大学进行合作计划 办理学术与学生互换等国际交流 同时也不定期安排校外教学参访活动 让学生可将理论与实物结合 动科系的研究领域共分为动物科学及生产技术两大学群 动物科学学群规划生物科技、生殖生理及遗传营养三大领域 着重于动物遗传、营养、生殖与生理、分子生物及基因转值等 研究主题涵盖动物功能性基因体 再生生物学、动物生理调控、生产技术学群 则涵盖育种统计、经营管理及机能性生产加工领域 着重于动物育种、动物饲养、经营管理、乳、肉、蛋及副产品加工等 研究主题包括动物性产品与健康、动物营养标准之建立 以及动物生产管理等 动科技教师研究专长涵盖面向众多 积极投入各项研究工作、成果丰硕 包括应用最佳化模式开发机能性动物产品 开发快速益生菌检测平台 建立中大型实验动物模式、营养与生物医学研究等 皆已有卓注成绩 其中荧光珠研究更于2008年与国家地理平台首播 老师也积极参与动物保育、农业推广与农业服务工作 动科系已不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来台参访与专题演讲 并筹划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 也鼓励并补助研究生致国际会议发表论文 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以拓展学生国际视野增广见闻 至今 动科系系友在许多领域展露傲人成就 是本系坚强的后盾 另外 本系也鼓励学生参与校内外社团、体育及学术竞赛 如全国大序碑、杜鹃花节、学术研讨的新人奖比赛等 学生屡获夹击 系所也尽力提供学生学习、生活与生涯辅导等措施 师生关系融洽密切 动科系、毕业生可依致趣选择继续进修 到研究机构或产业界就业 参加高普考试至政府单位服务 或可从事牧场管理、食品工厂研发品馆 饲料及动物用药研发、营养师、研究员 畜牧相关从业人员、畜牧业技师及动物园技师等 博力台湾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系 拥有悠久历史、宽广精实的学习场域与优秀师生 我们结成欢迎您的加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